欢迎来到陪你读录音讲要您好 我是唐玉玲 非常高兴跟大家在音频上见面 到底什么才叫做人 孔门的弟子都有探讨 往往孔子回答的人都不一样 那是因才施教 观机斗教 观察弟子的根基 给予他适当的教法 这是孔子善于诱导人的地方 但这一章真的很清楚地定义到人 如果把这一章作为核心 来体会孔子所说的各处的人 我相信对人的了解 是非常具体的又广泛的 又能够发挥人心的各种面向跟价值 这一章的经文是雍野篇的第三十章 也是雍野篇的最后一章 他的经文是 子贡曰 如有博师于名 而能济重何辱 可谓仁乎 子曰 何事于人 必也胜乎 或者是说 必也胜乎遥顺 其有禀珠 辅仁者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能尽取辟 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贡是一个富可敌国的人 孔子周游列国的费用都由他除 甚至可能很多教学上的需求 都是子贡来满足 不只是对孔子 对同道 可能都多有帮助 所以难怪孔子过世的时候 子贡可以成为孔子商事后面真正的负责人 前面的司仪是由龚熙华来主持这个商账的礼节 但是实际的负责人是子贡 因为他结了很多的善缘 分量也很重 对国家贡献很大 推展孔子的圣教 辅助孔子功德实在太大 所以史记里面说 使孔子扬明天下 端木士之事也 都是子贡的帮助 才让孔子扬明天下 对孔门的贡献实在太大 而他的心量 可以从这一章里面看出来 叫做如有博师于民 博师就是广博的师财 于民而能济重 不但师于民 而且能够济 济就是救济他 施于民就是一般 济重就特别是指缺的 比如说很急需的 不施给民是不足的 济重是很急需的 比如说被洪水淹 大家没有收成 快要饿死了 这个叫做济重 或者汗塞地震 无家可归 这要赶快急需 赶快救济的 所以博师跟济重 这两个是不同的 那何如这样的人不错吧 可谓人乎 这可能就是子贡心中的理想 而且在礼运大同篇里面 也有说 不但说办好的政治 让老百姓 风雨足死以外 叫做观寡孤独 废极者皆有所让 就是没先生的 没太太的 没小孩的 孤儿寡母 都能够让他 这就是也可以说博师 也可以说济重 说博师就是弥补他们不足 济重就是在事件发生的时候的帮忙 比如说范宗淹 对过世的朋友 马上掉落 经济衰落 埋不起棺木 这是要帮他买棺木 没有办法回家的 帮他买船票回家 这叫做济重 就救济的 那博师就是一般的平常的 怎么样 可谓人乎 我们一般来讲 当然是人 人就是这种心量 可是你看到孔子的讲法 孔子真的回答得非常的精准 对字的定义 对那个道 对德 对人 应该怎么去定义它都清清楚楚 只曰 合适于人 合适于人 就是说 你刚才讲的是事项 现在跟他讲 人心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是不能并谈的 或者是说 合适于人 意思就是说 这样的范围 可能有人心的都办不到 可是关键是在人心 事工未必办得到 但是人心可以具足 言辉是 一旦是一瓢瓶的人 请问言辉有没有人 有 所以 人并不是在论事项 在事项有这样的表现的人 也可能是人心 也可能不是人心 还有呢 是人心的人 也未必办出这样的事项 因为这种事工啊 太厉害 太了不起了 太殊胜了 太有钱了 这个才有办法的 那 合适于人呢 就讲这两个面向 必也 如果说 必定要这样做吧 博士于名而能记重 才叫做人吧 那我说 圣乎尧顺 其有病诛 可是不对啊 这一句跟他讲说 人乎尧顺 怎么会叫圣乎呢 因为尧顺啊 他是 以圣人的见地 心境来行人 所以特别要在圣当中去标榜他 他是有德有位的圣人 有德无位的圣人 是孔子 有德有位的圣人 是尧顺 尧顺都 其有病诛 其就是恐怕 推测于 于还尚且 病啊 就是 幽患 幽患做不到 诛就是知语 知语啊 就是在 博士记重上 尧顺还恐怕 病 病就是害怕做不到 那尧顺是一个什么人呢 像尧 这种 恭天下 就是 要圣人才有办法做到恭天下 因为他把私心对峙了嘛 所以能够无限的发展人心 所以善让政治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而且是 让老百姓啊 过得真正 舒服快乐的日子 叫做日出而坐 日落而行 早景而隐 地利于我和有灾 这里面包括 他住的 他吃的 他的饮食的 乃至于他的自然的 都不必 这个姚亲自出面 那等于整个天下的风气都打出来 各个阶层的公务员啊 都很愿意 为国家办事 为人民谋服 那就是后面那个领导人啊 让他太佩服了 才会有这种公务员 所以叫做还做不到 不要说光有人心 没有圣人的功德的 人人君子做不到 有圣德的人人君子 没有位置的做不到 有位置的也做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本国 你光那个照顾那些光寡 孤独废基者 你的财力是不见得足的 还有民生建设 各类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 还有本国之外 外国的 外国来求助的时候 你也不见得帮忙的了的 所以这未必都做得到 所以在论人要论人心 不是论事工 就像君子啊 像颜辉算不算君子 你说按照这张 那颜辉不是君子 真子也不是君子 一大堆都不是 连孔子都不是君子了 都不是人了 没有人可得 你按照这个人的定义 谁都不是人人 所以原来那个定义 不可以像子供的定义 要怎么定义呢 叫做服务人者 我要定义人 叫做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换家说 我要让这个人利 利包括 利住人格 包括利于经学的根底 或者是利住人 或者是利住人心 那个利很有意思 可以讲说利于利 你这个人是一个有人格的人 是一个愿意去替别人帮忙的 要帮忙别人的 是一个有品德的 是一个不会犯上作乱的 是一个能够讲究心性的 明心见性的 及欲利 这样该有多好 这样的人 他还是一个什么形象呢 他在心态上 是可以趋吉避凶的 在心态上 是可以明心见性的 这叫做利 利他有通往 世间法 有通往出世法 有通往出世法 的是明心见性 有通往世间法 是能人心的 利住在这里 利住在哪 利住在七局必凶的 利住在有心 世道人心的 及欲达而达人的 可是你要利益 世道人心 你要去利益边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能力 所以能力的培养 及欲达而达人 这个达就是能力越多 他才越达 这个达就是把事情 能办得起来 你有很多的方便法的时候 也容易凝聚其他的人才 跟你一起共事 再来呢 这些达也帮助你 在事项上看得懂 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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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怎么做的 这些能力培养起来的时候 你不但能够发挥你的价值 你也能够去找到别人的出路 所以这个达里面包括 你对古书的通达 你对现在这些领域学问的通达 你对这些 整个发展的走向的通达 包括我们说现在的科技 医学 农业都可以的 你越通达的人 你越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 越能够丰富人们的这些 生存的条件 但也能够越带往他们 往经学上走 因为你的能力越强 人家越肯定你学经学的价值 那个玉立而立人 可见那个心 想要帮忙别人的心 就像帮忙自己一样 它跟树道不一样 树道有种消极 就是我不想要的 我将心比心 人家也不想要 那是树道 人心不是树道 人心是树道的更真上 就想要帮忙自己的心 想要帮忙别人的心 就是想要帮忙自己的心 这种的人心是要被训练起来的 是要被激励的 是要有它的修学法的 要有它的教材的 还要找觉寿的 还要在思想中历练的 不是光喊口号的 在做的时候要怎么做呢 能尽取辟可谓人之方 我们刚才讲那个人的心态 已经讲完了 现在在讲行人的方法 这两个合起来叫做忍者 忍者不但有行人的心态 叫做急于利而利人 急于打人 还有行人的方法 这两个才叫做忍者 能尽取辟可谓人之方 这方就是能够生起人心 能够行人 那能尽取辟就最近处找比喻 就近处找比喻 怎么找比喻 先从家人做起 比如说家里面 政治就要像家庭这样办 就是从家里面找比喻 所以如果从这里看大学 才知道政治 是根据孔子的道理来演述大学 比如说叫做一家新人 一国新人 你看这就是文王在家里面找比喻 在家里面找觉寿 所以中国的政治 是把天下 把国家当家人这样看待 然后我在家里面在行人的时候 其实我是在把国家拿来想象 来自家 把天下拿来想象来自家 不是我们一般逛家里面 自家的时候讲究的是美满幸福 弹弹钢琴 喝咖啡 吃吃点心 很舒服 家子的时候出去交游 乃至于陪孩子去看电影 创造家庭戏份 他其实不是只有看到家而已 他是把很多的感受 在家里面培养觉寿 让家庭快乐的感觉 是不是就是让我让团体 生起这种感觉 或是我让国家的国民 生起这种感觉 或是我让天下人 生起这种感觉 我在家里面找比喻 或是我在家里面 把一个读书的风气创造起来 让家里面过得好快乐 觉得这个家庭好有意义 那我是不是在天下办教育的时候 我是不是也这样办 等等 就是能进取辟 能进取辟里面 包括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幼以及人之幼 像孟子的梁慧王篇 就是说照顾自己的老人 找绝受 体会到他的老人 他家的老人需要照顾的时候 也是像这样 所以他出来办养老院的时候 他会把人家的老人 当自己家庭的老人来养 我跟你说 养老院如果这样办 他的业绩一定真正日上 他的财源一定滚滚进来 这个找比喻 那个就是福报的所在 就是财源的所在 所以你看很多 很多在发展经济的时候 最关键的问题是 要不要用心 讲一大堆管理的方法 结果那个用心不见了 那一大堆的管理的方法 其实都落于那些口头 落于教条 落于形式 所以能静取辟太重要了 或者是什么 比如说 从自己身上找比喻 比如说从自己身上找比喻 面临这个环境的时候 我的心情是不舒服的 我要感受 别人也是不舒服 我要怎么去突破这个困难 我相信 这个方法是可以 在别人的需求的时候 我可以提供 叫能静取辟 所以你在突破 你很多的瓶颈困难 尤其在发心当中 突破很多瓶颈困难的时候 你会体会到别人 他的瓶颈 他的困难 他的挫折 他的障碍 你会从自己去找到 别人的角色 好有趣 从自己找到别人的角色 这个是很有趣的 这个时候 反而从你自己身上 去通达别人 通达人情 事故有时候 要从自己通起 比如说 别人讲我很不舒服的时候 我同理 我可以去体会 他被别人指责的时候 他也很不舒服 去抓那个绝兽 叫能静取辟 所以人情就在这里体会的 所以为什么 孟子的告知篇说 道在尽不必求生 不必求远 要把治国平天下的绝兽 在修身 其家里面去找比喻 或者在其家里面去找比喻 或者在修身上去找比喻 所以这个时候才会说 治天子 以至于素人 一事皆以修身为本 的道理就在这里 不是只有修身 而是说 我在修身里面找比喻 这个时候 我找体会找绝兽 我自然在家里面 懂得家庭的人心 我自然在团体里面 我懂得团体的人心 我自然在社会 在国家 我懂得国人的人心 天下的人心 这个时候我在治理 虽然它的方法要很多 可是它的核心处 就是在这种用心上 这种用心 你才会善用这些治理的方法 如果不善用这种心 那些治理的方法一大堆 那其实是没有用的 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心法的可贵 武功密集 最难练的 不是那些招数 是最后那些心法 我不是说招数不重要 我是说没有心法 那些招数都不会出神入化 而且你找比喻的时候 也帮助别人这样立 像我们立跟打的时候 都会找很多善巧方便 我们帮别人立跟打的时候 是不是要帮他 找很多善巧方便 帮他突破困难 所以我们那些艰难的角兽 都要找到 当你把他培养成人才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办事的时候 我们能力会越来越强 所以过去一个人来做那个博斯渔民 来寄重了一个人能力不足 但是人才越来越多的时候 这个能力就越来越足 所以很多那个创造偶然 要怎么创造呢 就是靠凝聚团队来创造 创造很多的偶然 就是能力发展起来 你达不到的都可以达到 后面的博斯 济重都可以达到了 财富被创造出来 在能力具足 大家核心当中 就可以创造很多的财富 就发挥很多的价值 所以孔子所讲的 公天下 大道之心 也天下为公 等等 其实都是在这一章里面 最后叫 观寡孤独 废基者皆有所要 博斯击中 真的可以达到 但是他得一步一步的来 先在心态上 先在这个做法上 先讲究 从进几元 从清几书 这样的体会以后 慢慢的发展到最后 能力也强了 天下成为一家 创造家庭的幸福 绝受用在天下 而这种能力 人才团队 都能够发挥 它的功能的时候 整个国家 整个天下 真的能够发挥到 像一个家庭里面的快乐 那才是真正公天下 最究竟 它是人心的极致 它也是圣人的极致 换句话说 人心的极致 跟圣人的极致 就是创造净土 以上是这一章的大义 这一章要前后和看 才知道完整的意思所在 经学如果能够这样通 都会跟这世间 不会产生格格不入 反而能够走入时代 指导时代 并且在这时代中 来找到时代的出路 好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